好 那我們看這個例子 我們舉個例子 例題 譬如說 有個四氧化二氧跟二氧化氧的平衡來討論 例子我們看一下 當我們把溫度升高跟降低的時候會有什麼現象呢 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請你先看下面這個地方 來把它化起來 這個盲框起來 這個是四氧化二氧 四氧化二氧 然後呢 加熱之後呢 它會產生的是二氧化氧 所以請問你 如果我光降血的話 你告訴我 它是屬於吸熱反應還是放熱 它需要熱量對不對 所以它是 吸熱反應 OK 那吸熱的意思代表什麼意思 我的溫度會上升來下降 欸 講清楚喔 我要吸熱 我的溫度會幹嘛 溫度會下降 溫度是會下降的喔 要小心喔 因為溫度下降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本身 這個物質 它會把周遭的溫熱的熱量吸收過來 所以造成周遭的溫度怎樣 下降 所以你用溫度去量的時候呢 溫度反而是下降的 這樣聽懂了齁 OK 好 我們我順便看啦 第一個 如果我說加入更高的溫度的話 怎麼樣 加入更多的溫度 溫度更高 那是代表那個熱量越多 所以是代表左邊比較高 所以往往哪邊跑 往右邊跑對不對 那如果往右邊跑的話呢 代表顏色怎樣 會變深 因為這是無色 這是紅棕色嘛 對不對 所以呢 行上去 它往哪邊進行 會往右 往右邊進行 那這右的話呢 是屬於什麼 反應 正反應 正反應進行 那也就是說正反應速率呢 叫逆反應速率怎樣 快 好 好 那反過來講就很簡單 逆反 那個降溫的話呢 降溫的話 是不是代表熱量越少 變少對不對 那是代表 左邊比較低 所以它會往左邊跑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它會往左 反應進行 也就是說正反應比逆反應怎樣 那個 慢 好這樣會了嗎 所以我們剛才講了什麼 什麼樣子的狀況 講了哪些會影響化學平衡 濃度 還有 溫度 好 最後一個是壓力 最後一個是壓力 那這邊有一些例子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得自己寫好不好 就不講了 那我們看一下壓力的部分 好 那壓力的話這邊 呃 我看一下 我們這裡 需要討逐量比較少 好 你講這個就可以了 來吧 第一個 會影響這個壓力的情況下呢 把它畫起來 你說壓力變小的話呢 反應會往那個什麼東西啊 這個 粒子木耳數 總和比較 少還是比較大的 你知道嗎 這個應該把它想去 這個應該是氣體 氣體木耳數啊 比較 這個 看一下喔 氣體木耳數 總數 叫 大還是小 我看這個例子 呃 這邊講到這邊 它應該會往氣體 總數叫 壓力變小 壓力如果 壓力如果變小的話 代表它整個體積會 膨脹比較多嘛 對不對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舉例好了 這樣會比較容易懂 譬如說我選例好了 2A加B變成C加B 我先假釋喔 ABCD都是氣體 好 那我問你喔 當我壓力變小的時候 它們的體積是會增加 可是誰增加比較多 你知道嗎 這個 因為它一次可以增加3M 它一次就增加2M 對不對 我的意思說如果大家放大2倍的話 它會變成6 它會變成4 對不對 所以它增加比較多 那增加比較多的話 也是一樣 它往邊滑 所以當我壓力變小的時候 它會往總和怎樣 比較少的方向 總和比較小的方向進行 反過來說 壓力變大的話 體積是變小 體積變小 代表它的增數 就會減少 但減少的比例 還是2比1比1比1嘛 對不對 比如說可能少一半 它變成1增0.5 0.5 0.5 對不對 那它一直少得比較多 所以什麼意思咧 當我的總增數比較多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增加也增加比較比較多 減少咧 也增加比較多 所以代表 壓力變大的時候 它會往氣體 總和怎樣 比較大的地方進行 所以下面也是一樣的狀況 你把它寫上去 當體積加大的時候 體積加大 這叫什麼 壓力變小 所以體積變大 所以它會向氣體總數 叫小的地方移動 那當壓力變大 也就是說把它壓縮的時候 它會往大的方向移動 好 這裡把它貼起來 記得 維燈 播放